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路克 今天来来聊陈希塔系列的时光牌 在今年2月中的时候 我有出了一部影片 讲述当时环境的时光牌投资建议 然而 在这3个月内 环境上出现了不少规格极高的强队长 陈希塔系列时光牌也出现了新的选项 这也让那部影片的参考价值降低了不少 另外 上一部影片的预览图跟标题 其实是有改过的 原始的预览图跟标题 并没有强调陈希塔这个系列 也没有提到对应的极数 MH之前有讲过 陈希塔这个系列会一直出到年底 我们要等到今年底或是明年初 才可能看到下个时光牌的系列 在这个前提下 我认为我应该在预览图跟标题 补上更多细节 毕竟影片内容讲述的 只有当时的陈希塔系列 内容并没有包含新出的陈希塔系列 以及未来的新系列时光牌 因此我觉得我需要追加系列跟极数 这部影片则会对应到第二集 这个企划我个人非常喜欢 以成绩来说也非常亮眼 我都会做一部影片去做评价 先提醒三个注意事项 首先是时光牌的等级落差 目前我们依然处于刻案牌短缺的情况 因此我们并无法随心所欲的解锁时光牌 然而在解锁时光牌以前 我们看到的资讯 会是一等时光牌的资讯 以孤生独占的无畏 这张三星时光牌来说 解锁前的预览界面长这样 回合效果只有防锁的能力 看起来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吸引力 然而这张时光牌占满等的时候 回合效果却长这样 全队防锁 自身输出无视固定连击盾 自身输出无视止境点按抗性 这个落差会让人以为 你要解锁的时光牌 并没有想象中好用 不用自己下自己啦 我会提供时光牌再满等时的资讯 到时候再一一对照就好 再来是推出顺序 目前晨曦塔系列时光牌一共有4批 上一部影片有收录前两批时光牌的资讯 2月底的时候推出的第三批 其中包含了三张新的时光牌 4月底的时候推出的第四批 其中包含了四张新的时光牌 这部影片会完整收录这七张时光牌的资讯 并给出相对应的评价 最后是课案牌的机制 这东西就是兑换券啦 以Ci的活动党籍来说 其到商店里面可以兑换二星课案牌 要价15000个道具 我们可以拿这张二星课案牌 去解锁任意的二星时光牌 如果对这个系统真的不懂的话 详细的操作可以参考我之前出的影片 再来看到七张新增时光牌的资讯 首先是第三批的三张 第一张叫做T-Toe的凝视 这是一星的时光牌 即使效果是自身CD-2 回合效果能让自身直行的珠子转化为暗珠 联动效果能让自身以100%的攻击力 最大暗属性攻击两次 我觉得这张时光牌不怎么样 整体不如树叶上的记事 即使效果都是加速 回合效果都是直行型的修饰盘面 联动效果则是比较泛用的五属级 以输出面而言 这个五属级能力可以多250%的打点 以截断面而言 这个能力不仅能处理五属级盾 还能配合集伤技能 去打出特定属性的伤害 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在上一部影片提到 树叶上的记事 是最泛用的加速型时光牌 第二张叫做悠扬肖颂 这是二星的时光牌 即使效果是自身CD-3 但对象限定熔绫 回合效果能让自身的输出 无视连击丁化与连击僵盾 联动效果能让自身以200%的攻击力 追打木属性攻击两次 加速效果很棒 但对象限定熔绫 回合效果给的解断能力不算特别浪眼 联动效果可以处理幕外减伤 很不泛用的特定对策 就算是喜欢农队的玩家 这张牌的顺位也不会太高 第三张叫做婉转晴鹰 这也是二星的时光牌 即使效果是自身CD-3 但对象限定熔绫 回合效果能让全队以100%的攻击力 追打无属性攻击一次 并让队伍有爆破战争抗性 联动效果能让自身的输出无视平足盾 加速效果很棒 但对象限定熔绫 回合效果跟联动效果 对于受队来说需求都不算高 去处理无处集盾的话 我偏好使用刚刚提到的树叶上的祭祀 主要卖点就是受累加速 一样是很不泛用的特定对策 再来是第四批的四张 第一张叫做不齐的循环 这是一星的时光牌 即使效果是伤害量5亿的攻减炮击 回合效果是自身输出无视无处盾 联动效果是自身CD-2 这个炮击效果在炮击队很有感 以Fono双队长来说 如果附上死鬼的对象是猫咪大阵阵成员 这一发炮击 就会被视为猫咪大阵阵成员发动的 因此能吃到队伍技给的4.5倍 这样一发炮击的伤害量会是2.4兆 至于队长记的倍率 其实那个叙述是有问题的 他强调主动技能炮击伤害 但其实作用对象不限于主动技能 熔克能力或是时光牌的即使效果 也都包含在内 更别说这是无鼠性炮击 因此可以直接炸穿无鼠集盾 除非这个无鼠集盾 复合了某些奇怪的体系 回合效果给的解盾能力是无视无鼠盾 这刚好也是佛挪队的缺口 联动效果给的减CD也没话说 总之就是很棒的一张时光牌 以现在环境而言 非常适合在佛挪队发挥 有玩佛挪的人强烈建议炼满一张 第二张叫做血脉带来的悸动 这是二星的时光牌 即使效果能加养之一 回合效果能让自身的输出无视反手削盾 并让全队以100%的攻击力 最大目属性攻击一次 联动效果能让自身的输出无视拼图盾 反手削盾的处理难度不算高 但拼图盾就比较不好说 毕竟我们有碰过几次恶心的做球 队长如果不自带无视拼图盾的能力 是有可能会用到时光牌去处理拼图盾的 可惜时光牌的栏位只有一格 队伍如果无法有效处理十字盾的话 到头来还是会以换取生命的代价 这张三星时光牌优先 第三张叫做真实与梦境的混淆 这也是二星的时光牌 即使效果能提升100%龙克能量 回合效果能让灼热地形的伤害减少100% 并让全队以100%的攻击力 追打无属性攻击一次 联动效果能让自身的输出无视无鼠盾 这就是俗称的恩利2牌 对于有龙克能力的队长来说 即使效果的存在感极高 以回合效果来说 灼热地形在现象环境越来越夸张 这次流光在二集 甚至出现了一格十万的超热情灼热 环境上自带灼热抗性的队长不算多 想靠队员去处理的话 能用的选项其实也蛮少的 更别说这张时光牌 还自带无属性追打的能力 因此可以处理绝大多数的无属级盾 整体来说算附加价值很高的特定对策 只要你能想办法处理14盾 这张时光牌就能抢到几次出场机会 对于有龙克能力的队长来说 这张时光牌的优势会很大 但佛罗是唯一例外 毕竟他自带进场买龙克的能力 第四张叫做孤身独占的无畏 这是三星的时光牌 即使效果能让自身进入两回合亢奋状态 回合效果能让全队防锁 在回合末的时候 还会将单数直行的珠子转化为暗强化珠 并将双数直行的珠子转化为火强化珠 这就是俗称的持有牌 抗份防锁对佛罗来说都很重要 以解断能力而言 也只有无视固定连击盾这个项目被浪费 让佛罗装备这张时光牌的话 能一口气释放很多阁队员的位置 对于其他队长来说 也是附加价值很高的特定对策 只要你能妥善处理14盾的话 这张时光牌就非常有可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顺带一提 考虑FP消耗的话 这张时光牌可以持续4回合 因此回合效果的作用时间会是4回合 关卡的设计 如果放了两个很近的指定减三抗性 那这张时光牌是有机会一次处理掉的 对佛罗这种炮击队长来说更是如此 这张时光牌对佛罗来说也非常泛用 有玩佛罗的人强烈推荐列马一张 最后看到时光牌的整体投资建议 这部分会根据环境上的热门队长做讨论 以时光牌的选项来说 也会把陈系塔系列前两批的时光牌纳入考量 整体而言 我觉得唯一称得上人权的时光牌 就只有换取生命的代价 自身亢奋 水鼠追打 修饰盘面 自身输出无视十字盾 自身三倍增张 主要任务是处理十字盾 其他4个效果的必要性没那么高 但我们却常常不小心用到 以黑佳佳来说 队伍没有自带处理十字盾的能力 目前的黑佳佳系列 也没有能处理十字盾的主动技 因此对于黑佳佳这个队长而言 换取生命的代价就会是首选 这东西的优先程度就是这么高 因此才会被我称为人权 环境上的十字盾非常泛滥 而且一个比一个还恶意 地狱集以上的关卡 几乎找不到没有十字盾的情况 如果真的有这种关卡 我们会想把它丢到大英博物馆办展览的程度 另外 刚刚在介绍时光牌的时候 我不断提到佛罗这个队长 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 他是环境上很热门的队长 再者 他的队伍技 能让猫咪大战争存原的输出 无视十字盾 基于这个前提 换取生命的代价 这张时光牌 优势就会变小很多 这也让我们开始会去寻找其他选项 毕竟时光牌的栏位只有一格 对于佛罗这个队长来说 主要只会用到三张时光牌 书业上的记事 不息的循环 孤生独占的无味 刚刚已经介绍过这三张时光牌的优势了 这三张时光牌将占据九成以上的市场 想强化佛罗这个队长的话 优先考虑这三张时光牌就对了 不过三星时光牌这东西很竞争 如果你手上只有一张三星课案牌 我还是建议选择换取生命的代价 毕竟你不会只用佛罗这个队长 其他队长还是很依赖这东西 顺带一提 对于佛罗而言 其实我一开始给恩利尔牌的评价很高 毕竟当时的佛罗 处理佐乐地形的手段很受限 但在合作第二周 居然补上了密尔阿飘这张超规格梦魇集 去处理佐乐地形 更别说这张卡跟佛罗同属性且同种族 因此这个组合的适应力是很强的 在这个前提下 恩利尔牌对佛罗的价值就会降低不少 毕竟其他能力都不够独特 不过这张牌整体的附加价值还是很高啦 以上是我对这两集时光牌的想法 如果喜欢这样子的分析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并分享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拜拜